01档案,我是Mike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绝地求生的故事 两位女主人公在死亡的边缘 通过自己的冷静、勇敢、机智 让她们在绝望中找到了一线生机 背包客,只背着背包进行自助旅游的人 往往在有限的预算下进行旅行活动 特别受年轻人欢迎 可以省钱,又可以体验生活 2016年2月,在澳洲阿德雷德 来自德国的丽娜和来自巴西的碧翠斯相遇 都是23岁,都是第一次当背包客的两人一见如故 马上成为了好朋友 商量后,他们决定一起去墨尔本 就像很多年轻背包客一样 丽娜和碧翠斯在Gumtree网站找人拼车 幸运的是,他们收到了两个回复 不过,在出发的前一晚 约好了的司机因汽车出现问题 第二天无法出发 丽娜和碧翠斯联系了另外那个拼车司机 第二天,丽娜和碧翠斯来到事先约好的见面地点 59岁的司机罗曼已经等在了那里 从阿德雷德开车去墨尔本需要8个小时 丽娜和碧翠斯在车上很快睡着了 罗曼看了一眼他们,默默地偏离了原定的路线 他把车开向了岩溪 岩溪是位于库隆国家公园南边的一段区域 这里人烟稀少,全是沙丘和灌木丛 偶尔会有人到海滩钓鱼 当丽娜和碧翠斯醒来时 罗曼说,见他们远程来到澳洲,带他俩看看海 晚上可以在海滩露营过夜 丽娜和碧翠斯也没多想 反正来都来了,就答应了 停好车,三人一起支起帐篷,桌椅,炉子 丽娜很累,继续在车上睡觉 碧翠斯和罗曼则在煮东西,喝酒聊天 海景很美,碧翠斯换上了比基尼想游泳 罗曼说,前面不远处会有袋鼠出没 邀请碧翠斯一起去找 他开心的答应了 罗曼拿了几瓶水,放进背包 带着碧翠斯向沙丘方向走去 留下丽娜在车上睡觉 他们走了好一阵子 没看到任何袋鼠的踪迹 碧翠斯不想离丽娜太远 说不找了,提议回去 碧翠斯转身 但此时,高大的罗曼一把抓住碧翠斯 把他推倒在地 碧翠斯一下没反应过来 以为罗曼在跟自己开玩笑 一转头,看到罗曼从背包里 拿出了一把刀和绳子 冲过来要把碧翠斯绑起来 碧翠斯抢过绳子,丢向一旁 但这个举动激怒了罗曼 他说,要么你乖乖配合 要么我打断你的手 碧翠斯知道这里荒无人烟 跑也不可能跑得过 身高达1米98的罗曼 孤立无援的自己 惹怒罗曼不是个好办法 罗曼走过来再次把他推倒 并用刀割开他的泳衣 碧翠斯尝试说服对方不要这么做 但得到的是迎面打来的几级重拳和一句闭嘴 碧翠斯觉得自己可能要死在这里了 却什么都做不了 罗曼压在自己身上 身后的沙石硌得后背很疼 突然他灵机一动 说这里全是沙石 很不舒服 我们回去营地的帐篷吧 你要怎样我都配合你 罗曼看着他想了一想 同意了 罗曼绑着他的手一起回营地 在离营地十几米的时候 他似乎明白了什么 推着碧翠斯向反方向走去 碧翠斯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 他用尽全力大喊丽娜 罗曼一拳把他打倒 迷糊中的丽娜被叫醒 他看到了不远处的罗曼 正打向地上的碧翠斯 差异了两秒钟 他反应了过来 冲过去大喊要他放开碧翠斯 而罗曼扭过头奇怪地回答 I just wanna try her 我只是想尝试它 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把锤子 向丽娜冲过来 丽娜回头往车里跑 想拿电话报警 但当他打开门时 罗曼已经赶到了跟前 用锤子打在丽娜身上和头上 丽娜疼痛不已 她的头开始流血 她马上向碧翠斯方向逃去 罗曼则上了车 打火掉头 准备开车来追 丽娜趁此机会 帮碧翠斯松了绑 眼看罗曼开着车追上来 两人知道一起跑 生存几率很低 所以他们决定分开 没穿衣服的碧翠斯 跑向灌木丛 罗曼使向视野更好的丽娜 丽娜在凹凸不平的沙丘 不断蛇行跑 这样汽车没那么容易 撞上自己 罗曼则紧紧开车跟着 但毕竟丽娜受了伤 流着血 很快被罗曼追上 撞到 丽娜忍着痛 马上爬起来 继续跑 罗曼像戏弄自己的猎物一样 每次都等丽娜爬起来 再跟上去 撞到她 丽娜则每次都坚强的 爬起来 在丽娜第四次被撞倒时 她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迟早会体力耗尽 自己将死在这里 不过 强烈的求生欲望 让她没有放弃 丽娜接下来的动作 直接扭转了整个局势 为自己找到了一线生机 她看着眼前的车 这次 她没有像之前一样逃跑 而是迎面冲向汽车 踩着前保险杠 踏上引擎盖 双手抓住车顶的行李架 翻了上去 她知道 车子很高 罗曼没那么容易上得来车顶 罗曼没想到 丽娜有这样一手 她拿着锤子下车 边叫嚣让丽娜下来 边试着往上爬 而愤怒的丽娜 则利用位置优势 踹向罗曼的脸 在尝试了几次 都没有成功爬上车顶 也打不到丽娜后 罗曼上了车 加速向前驶去 并不断猛打方向盘 希望把车顶的丽娜甩下来 丽娜则趴着 紧紧抓住车顶架 开了一段路后 罗曼见无法将丽娜 从车顶甩下 她停车 说 你不下来 我就不开了 丽娜考虑了一下 要我下来可以 但你要把所有武器都扔了 此刻的罗曼 似乎也冷静了下来 她照做了 并拿出急救箱 让丽娜用毛巾擦脸 把帽子让她戴上 给头部伤口 施加压力 丽娜回到了副驾上 要求罗曼把车开回主路 罗曼沿着海边行驶 丽娜则一直把副驾的门 保持着半开的状态 防止罗曼把门锁死 碧翠斯一直躲在灌木丛里 害怕的一动不动 惊恐的望着周围 没多久 她看到远处一辆车 向自己的方向驶来 再三确认 不是罗曼的车后 碧翠斯跑出灌木丛 挥手求救 车上的是几位钓鱼者 把碧翠斯救上车后 他们报警 并向利娜的方向 加速拾去 在行驶过程中 罗曼经过了一群 露营钓鱼的人 其中一个男孩 见到副驾的丽娜 全身流着血 他们觉得不妙 几个人马上上车 跟着罗曼 终于 罗曼见到 有人一路跟着 有点慌 他把车停了下来 丽娜趁机跳车求救 而罗曼一下也待在原地 不知道该怎么办 眼睁睁的 看着丽娜上了钓鱼者的车 罗曼不敢久留 马上开车 离开了这里 警察很快赶到 展开搜查 在山坡 找到了汽车 卡在沙丘的罗曼 警方逮捕了他 两个女孩被送去医院 而丽娜因此前流血过多 而体力耗尽 在送院途中昏迷 罗曼的事被广泛报道 他那个被家暴过的前女友 从新闻中认出了她的车 并想起之前罗曼 戏话带自己去演戏 早在2014年 罗曼曾因非礼一名背包客 被处罚 当时他被特别要求 不允许再通过Gumtree网站 来联系上面发广告的女性 显然他并没有遵守这一规定 并先后尝试 与十几名女背包客联系 所幸其他人都没回应 最终 罗曼被判22年4个月 17年不得假释 这里是进入延西的必经之路 在几年前 有人见过 罗曼带着一个 类似背包客的女孩 在这里加油补给 然后开往延西的方向 而两天后 罗曼从延西出来 再次回到了这里补给时 却只有 他一个人 屏幕后面的事 去十几年 这一天 我去一旦 我去写 我能够得到你 我的心 我可以 我去写 我能够得到你 我去写 我可以 我去写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